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調查全台六大非法拍鳥場所 發現業者圈養上百種的保育類稀有鳥類 甚至偷走整個鳥巢 讓鳥友近距離來拍攝 導致大量的鳥類受傷死亡 每次收費500到8000元不等 不法獲利高達上百萬元 喜鹊在西邊洗澡好不自在 野生動物的自然生態是許多賞鳥人士的最愛 但這類珍貴鏡頭可遇不可求 有不肖業者看到商機 私自經營各種鳥類龍拍、朝拍、右拍等非法拍攝場所 其中不乏珍稀或保育類鳥種 每次費用500到8000元不等 自稱保育的鳥會 才布了這樣的景在台南六甲 來引誘八色鳥 9年來了沒有解決這樣的事情 風氣沒有改變 我很不想說用法去推動法是很慢的 觀念教育是可以做的 9年來沒有效果 像是這隻短耳梟 左翅膀被人拉住不讓牠飛走 這其實是非法龍拍 另外更誇張的是直接把整個鳥巢偷走 讓消費者近距離拍青鳥獄除畫面 破壞棲息生態反而間接害死了這些鳥 我們覺得很難過就是說在這種拍朝拍的這個狀態 因為人為的干擾很多青鳥就嚇到 牠們就放棄了就不敢預除 最後這些雛鳥不是被天敵咬死就是活餓死 所以我們很難過就是真的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用這樣的鏡頭去殺死 這麼一隻這麼珍貴的鳥類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調查全台六大非法拍攝場所 裡頭鳥類來源不明 可能涉及非法獵捕 手撕及不當圈養 除了要求主管機關農委會必須硬起來有所作為 也呼籲攝影同好自我約束 別讓更多的鳥類死在快門下 記者游祥婷 台北採訪報導 台北市文山區發生一起電動腳踏車竊案 警方調閱監視器 發現竊賊作案當中 還穿雨衣變裝 企圖掩人耳目 結果反而行跡敗漏 警方靠著敏銳的觀察鎖定嫌犯行蹤 最後在他家的附近逮到人 也找回失竊的電動腳踏車 他躲在那邊幹嘛 家當散落滿地 裹著被子 全坐在公寓樓梯角落間 狼狽的竊賊自知難逃法網 只好乖乖束手就擒 原來幾天前 他偷了一輛電動腳踏車 而為了不被人認出來 在途中還刻意穿雨衣變裝 沒想到自認天衣無縫的計劃 卻被警方鎖定 狡猾的竊賊 警方屢次查契都沒有見到蹤影 直到警方巡線前往住家 發現他剛剛好從陽台逃回屋裡 還從住處頂樓逃到隔壁相通公寓 最終還是逃不過追契 警方前往嫌犯家中搜索 搜出一把鑰匙刀 毒品以及吸食器等等 全案一切到與毒品罪嫌 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記者顧參詠 台北採訪報導 睽違三年新路基金會好天天騎步走實體健走活動再度回歸 特別邀請藝人李國藝和帕運羽球國手方正宇共同出席 邀請社會大眾共襄盛舉支持身心障礙朋友 藝人李國藝身穿代言衣服 牛仔褲與帕運羽球國手方正宇共同出席新路基金會的第十屆天天騎步走公益活動 希望社會大眾與企業一同支持身障朋友 希望他們可以支持像新路這樣子的公益團體 承擔可以設備更多兩項的力量 智能障礙青年小玉在庇護職場工作超過15年 目前負責公車的消毒與清潔 她受邀與李國藝相見歡 還現場播放由她自編舞蹈 自行剪接的MV隱形的飾旁 讓李國藝現場直接發她通告 笑聲滿滿 我覺得這首歌也有溫馨 就覺得可以跟著大家的現場 不管是線上的見走 或者是這一次我要開放的實體的見走 或者是捐款 我都非常感謝 睽違三年 新路基金會好天天起步走實體見走活動再度回歸 今年除了在3月18號五地同步開走之外 同時也舉辦線上見走活動 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共同關注無障礙議題 九通話廠報導 為期兩個禮拜的台北燈會將展出到2月19號 不只主燈區活動精彩 包括松山持有工前有Q版7米高的媽主燈飾 台北府城隍廟前也有城隍爺和範謝將軍公仔花燈 另外貼圖畫家作品好想兔也是展區的亮點 松山區公所邀請民眾前來賞燈祈福 我要留下美好回憶 松山國小太鼓表演氣勢震撼 為台北市松山區燈會活動揭開序幕 請點燈 眾人按下啟動鍵 瞬間點亮街道燈飾 松山持有工前7米高的媽主燈飾 外型可愛討喜 台北府城隍廟的城隍爺和範謝將軍花燈 同樣吸睛 松山持有工台北府城隍廟 還有我們的佛光山台北道場 第一次也是熱情的贊助 所以我相信非常值得可以來看 這次的互動燈居呢 在這個我們的石油宮前面 小朋友呢可以到這邊跟這些飲食做互動 本來在裡面跳舞呢 就會變成一隻一隻很可愛的小兔子 也歡迎大家踴躍來嘗試看看 台灣燈會在台北 各行政區規劃特色副燈區 松山區公所邀請在地廟宇參與燈會活動 規劃玉兔燈區 月宮後花園燈區 祈願燈區三大展區 邀請民眾來逛饒河街夜市 還可以賞燈祈福 尤其在這個廟宇辦這個活動啊 非常有益 尤其今天有六球咖 還有花燈 所以有一個過年的氣息 也有燈節的氣息 尤其今年是吐年來 可以增加我們的喜氣 各位能夠呢 能夠邀請我們的親戚或好朋友 來台北看我們的燈節 為期兩週的燈會活動 持續展到2月19號 除了國父紀念館主燈區 台北市各行政區創意燈式同樣精彩 不用等假日 平日晚上也能西辦 到台北市走走逛逛 隨時都有意外驚喜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從即日起到2月12號 在國父紀念館3樓明德一郎 展出的日新樂意 孟昭光 彩墨各展 將中國傳統筆法墨韻 巧妙融合西方的色彩 光影和空間的美學概念 將近有8成的作品 除了孟昭光老師擅長的人物化 另外山水風景和花鳥動物 也都髒髒精彩 邀請藝術同好歷臨欣賞 嫦娥奔月偷偷下凡品嘗月餅 為嚴肅的中國水墨化 帶來歡樂與俏皮的氛圍 陰氣逼人的刀馬蛋 展現金國不讓虛眉的氣魄 這一幅幅淋漓的水墨作品中 流動著繽紛的彩色旋律 全是藝術家孟昭光的寫意創作 顏色是上帝給人的一個本能 許多動物他都沒有辦法看到顏色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顏色讓人開心 藝術本身就是要讓人開心 所以我就越來越來 越畫越彩色繽紛 孟昭光是孟子第71代後裔 畢業於台灣藝術大學 他鍾情水墨是一位用功 有創意不落俗套的藝術家 作品就像一首首美麗的樂章 將中國傳統的筆法墨韻 巧妙融合西方的色彩 光影空間等美學概念 獨創屬於21世紀的新風格 畫人物是實相全能 你不能把那個人物單獨存在 一個虛無的空間裡面嘛 所以必須要實相全能 所以我 我其實在畫人物的時候 我在花鳥啊 風景啊各方面我都有 很努力的琢磨 日新月異 孟昭光彩末各展 即日起到2月12日 在國父紀念館3樓 明德一郎展出 除了有孟老師專長的人物畫 山水風景 花鳥動物 也都張張精彩 歡迎藝術同好 蒞臨欣賞 記者游祥廷 台北採訪報導 對這座城市來說 每個人都是一個小宮殿 當燈會再次回到台北 我們已經準備好點亮世界 2023 台灣燈會在台北 走吧 我們一起去看燈囉 投資型詐騙 你是否曾經在社群網站上 看過一些關於輕鬆賺大錢的廣告 事實上 這類型的詐騙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為賣點 吸引被害人上當 並以不真實的小額獲利 逐漸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誘被害人開始大量投資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資之後 隨機捐款而逃 千萬別上當啊 輕鬆致富多陷阱 腳踏實地最實在 攻入獅被秀 READY GO 一旦違規沒有獅被秀 只有警察秀 移層多點注意安全與你相遇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663項 有一大塊的空地 長期閒置荒廢 還經常被民眾亂丟垃圾 市議員陳乃宇呼籲將空地要好好的活化利用 否則變成治安及髒亂死角 將成為地方發展的絆腳石 新北市議員陳乃宇 接獲新店中校里里長尤哈歐林反映 在新店中正路663項內 有一大片的閒置空地 長期來荒廢 更被隨意丟棄了垃圾和廢棄物 看見在市區內 竟然有一塊空地被閒置 議員陳乃宇直呼 實在太可惜 更疲這塊空地恐怕會成為 地方治安和髒亂的死角 成為都市發展的絆腳石 在我們市區的精華地段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浪費 我們再走不遠 其實就是我們的國家人權博物館 那這個附近呢 如果是有一個可以油氣 休憩的空間的話 其實我覺得 對於地方上的發展也更好 尤其是說其實這裡呢 我剛剛講到了荒煙漫草 又有很多的垃圾 雜草叢生 不只是那個地方上面 髒屋的黑洞 治安的黑洞之外呢 其實也不利於地方的發展 那裡面草長很長 然後外面圍牆邊 大家都亂丟垃圾 把家庭垃圾啊什麼垃圾 又要丟在裡面 然後造成治安的死角 那像到夏天會有蚊蟲 然後會有老鼠 里長尤浩玲指出 雖然區公所 每半年會來進行除草圍館 但這塊空地就是這樣 被長期閒置大門深鎖 希望能夠有機會讓空地活化 尤其附近的停車需求大 也期盼能夠規劃作為停車使用 議員陳乃宇也表示 這塊空地應該要好好運用 而不是放任雜草叢生垃圾滿布 我們後面都是屬於公寓型的那個住宅 那公寓它就沒有下面的地下室 就是停車場 所以包含機車啊 汽車啊 都非常的需要 那未來我是希望啦 可以部分就是可能一半 來作為我們停車來使用 高雄的圍牆 然後用鐵門 然後用鐵鍊把它封住 那既然它是一個這個國產署的地 然後國家的土地 那我也很希望說 這塊土地可以開放 打開 然後讓民眾可以親近我們的在地 尤其是讓我們在地居民 有一個有綠美化的地方可以游去 就算是一片草地也好 讓大家可以親近我們在地的土地 新北市原陳南宇表示 這裡緊鄰人權博物館 如果未來能夠將空地整理之後 進行綠美化 開放作為休閒油器 連接人權文化廊道 將會讓空地有了新價值 同時大大有利於地方發展 記者陳小丹採訪報導 新北市淡水區一山里活動中心前 沿著龜柔山路到淡金路口 人行道當中有一座電信設備箱擋住 高度大概有一個成人這麼高 新人經過都要刻意的閃避 造成人車針道相當危險 位於新北市淡水區一山里活動中心前方 沿著龜柔山路到淡金路口 在路旁有看到許多的黃色回復續導感 而這些設施就是為了要把馬路的車流 與行人分隔開來 確保行人安全 但畫面中行人通行的路線中間 卻有一座一個成人高度的電信設備箱擋住 立場表示 就讓經過的行人難以行走 遊的還走在馬路上與車針道相當危險 我們這個其實這個道路 是通往我們活動中心 平常我們上課的一些旅民 還有來這邊活動的旅民 會帶著孫子推著娃娃車 要經過這個路段的話 往往都是因為電線桿還有我們電線箱 那個擋住的路 他們會往道路上面走 這是很不安全的 所以希望有關單位能夠幫我們 解決這個行的安全 立場表示這一座電信設備箱 設置在此剛好擋住了行人通行 而這一條通道是新北市最大 也是最美麗的益山里活動中心 與社區的重要走廊 中間卻有這麼一個大型的設備箱 對此新北市議員鄭宇恩更邀集了 電信設備箱的單位 中華電信還有新北十九通局 淡水區公所 台電公司等單位來到現場會堪 要求中華電信要將這個擋住 行人通行的電信箱遷移 近來我們益山活動中心居民都有反應說 從淡金路走上來其實是沒有安全的人行空間 所以今天跟里長一起來會堪 那現場我們決議把這個擋在路中央的 這個人行道中央的這個台電的這個電信箱 可以移到這個活動中心旁邊花圃的位置 那其中也還有一個沒有用的電感 也請公所評估移除後適當的位置 因為上面還有附掛路燈 所以我們希望說把這個人行的動線 給做出來然後讓長者要上到活動中心 參加活動可以有一個安全的這個人行環境 畫面中長輩行人因為有路障走在黃色導杆的外側 與車針道顯像還生 由於遷移電信箱中華電信粗估需要上百萬元的費用 並且也要求一個可以擺放的位置 而現場也討論許久 新北市議員政員表示 在會堪協調之後 找到活動中心最角落靠近馬路旁的樹叢來放置 而交通局的標示牌也會移除 而另外有一座沒有在使用的路燈桿 也會希望公所可以遷移 並且要求相關單位能夠在三個月內完成 讓這裡大多都是屬於長輩在使用的通行道路 可以有一個安全的行走空間 記者許端一彈水採訪報導 新北市汐止區胡前街110巷 是水連社區兩千多戶唯一的連外道路 不過沿線人行道下雨天濕滑不好走 還經常有民眾走路滑倒 另外晚間也有照明不足的問題 因此新北市議員張景豪就邀請了相關單位辦理會堪 要求改善 這一條就是社區對外的唯一一條連外道路 水連山莊幾千戶的居民進出都靠這條路 長長的坡道除了車道旁邊還有人行道 不過因為沿路經常有落葉 其中小葉懶人數因為落葉很多散落在人行道上 還有就是時間一久人行道磚容易長青苔 造成民眾下雨天走過去濕滑 甚至還有民眾走路滑倒 因為這裡的瓷磚人行道常常長青苔 細紙又多雨然後燈光又暗 看是不是在照明上能夠增設 然後甚至於說人行道上的一些青苔 在能夠幫我們定期的一個清掃 當然我們也愛護公家的資源 我們也不願意浪費 但是在民眾的安全為第一之下 我們是很希望政府方面 議員方面能夠幫幫忙 幫我們盡快完成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很多民眾都一直在反映說 因為這條道路常常因為樹葉 布滿了整個人行道 那導致於說它的抓地力很差 尤其是在冬天下雨然後樹葉又多 那小葉懶人他一直在掉樹葉 所以行人不管是登山客 或是行人走這條行人通道的時候 常常會面臨一個因為它有坡度會滑倒 那也發生了幾次我們社區的民眾滑倒 在借過陳情後 新北市議員張景豪就邀請了公所清潔隊等 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因為不只人行道下雨天濕滑 晚上又照明不足的問題 會刊要求盡快改善 那第一個部分我們請公所跟清潔隊 就是還有社區一起加強來做一個清潔的工作 那如果未來有長青胎的狀況 我們會請清潔隊過來做一個清洗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會請公所 還有一些相關單位進來 評估說像路邊的像樹葉太茂盛 或是它的樹木太長太過於中間 會影響到車道的視線 或是它的茂盛會影響到 就是整個人行道的一個樹葉布滿 這裡整個人行道 我們會請他們做一個初步的修剪 這條路是裡頭社區 2000多戶居民每天寄出的道路 人行道有許多人走路去運動爬山搭車 會看就希望修剪沿路的樹木 還有針對人行道磚長青苔也要進行清洗 讓通行更安全 這程惠玲希子採訪報導 112學年度大學特殊選財招生管道陸續放榜 新北市瑞芳高公傳出捷報 瑞芳高公空間撤會科帶上軍裝俗針 雙雙錄取國立海洋大學 而同校的電腦機械製圖科王立華、蔡宜婷 也分別錄取了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 機制升學管道多元性 讓學生以專業、雙語能力 開啟下一段的學習旅程 112學年度大學特殊選財招生管道陸續放榜 新北市瑞芳高公傳捷報 瑞芳高公空間撤會科帶上軍裝俗針 雙雙錄取國立海洋大學 而同校的電腦機械製圖科王立華、蔡宜婷 分別錄取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 既值升學管道多元性 讓學生以專業、雙語能力 開啟下一段學習旅程 其實我覺得透過特殊選彩 可以讓我更提早的知道 確認我有學校可以就讀 其實我覺得這間學校也不錯 讓我可以在後續的空檔期間 那可以去研究更多的項目 就是發展自己的興趣 因為我通過這個管道 就是可以不用再花多一點時間去考統測 就是可以真心的再繼續努力上大學 就弄一些大學的東西 而錄取國立海洋大學的學生就表示 他們很開心可以透過特殊選彩管道 將自己平時所累積的專業知識和作品呈現 用實作證明自己的實力 錄取後將可以更專心於未來專業技能的精進 升學方式很好 當然可以踢照 雖然踢照有的學校 不代表可以放鬆 是可以更精進自己的專業 更努力地朝自己想要的地方發展 特殊選彩來錄取我們的學生 也展現學生在平常專業的學習 結合他自己的一個專長項 讓科大的老師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升學制度 讓我們的學生能夠展現他們的一個才能 也發揮他們在專業所學 瑞芳高公校長潘泰生表示 學生利用在校所學特殊專長 同時也讓學生得以進入自己的理想校系 也展現學生平時專業學習 結合興趣讓他們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 這次共有四位學生錄取國立大學 可見技職生的專業實作力備受肯定 借成為瑞芳採訪報導 請注意 未來民眾協助檢取交通違規 動態部分已對交通安全危害性較高 且警察不亦實施機查取締之違規太陽為主 如惡意逼車 闖紅燈等 靜態違規則以嚴重影響交通安全與秩序的違規停車 如並排停車 在路口違規停車等 另外 連續為擺同一規定違規行為 時間相隔不到六分鐘 即行駛沒有超過一個路口 只能合併舉發一次喔 其他交通違規 人可撥打110 請警察到場排除 維護交通秩序 全民攜手把關 共同維護交安 內政部警證書 感謝您 打四十一間全民三頭本抽紅細胞 你要想想看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選擇不要再扯 你可能要加入我們聯盟的攝影嗎 沒有人會知道是女外流的攝影 我們算是同鄉 這是我給妳的優惠 我還是覺得哪裡怪怪的 我覺得 我覺得很可怕的 你以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實這些都是毒品 新興毒品以可愛包裝 混入多重毒品 讓你降低戒心 小心這些 好奇儀式 青春儀式 好奇儀式 青春儀式 防毒反毒 火礦毒 人生總會遇到許多風風雨雨 你可以不理會 也可以提前防備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遠鱗 OK 再見 你可以釣魚清新 也可以起身小心 記得下載行動水晴APP 協助你度過人生的風風雨雨 經濟部水利署 苦口婆心泥 西紫西東縣終於在今年初 通過行政院核定 新北市政府也在西紫金融國少 舉辦公開說明會 捷運西東縣從西紫區公所到台北端 沿線將設置六座的車站 以及一座機場 預計九年半完工通車 西紫區民眾苦等多年的捷運西東縣 終於在今年的1月13日 通過行政院核定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也在今天下午 在西紫金融國小舉辦 變更都市計畫公開說明會 現場有將近200位民眾參與 立法委員賴品渝 以及西紫區的四位議員 也都到場聽取說明 今天主要就是 就捷運西東縣 都市計畫 用地的取得部分 來做這個公聽會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今年的上半年度 城鄉局可以完成 整個都市計畫的審議 然後希望在下半年度 相關的都市計畫 可以順利的送到內政部 這樣子才能在今年完成 相關的用地的取得 市政府對於西東縣捷運的 許多規劃 在中央行政院核定之前 都已經啟動了 包括今天的都市計畫 編更的說明會 我們也在行政院核定之前 就已經開始公斬了 所以我們才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開說明會 來跟我們的地主 報告說要怎麼來取得土地 來開發我們的捷運 那後續我們也會 督促我們的市政府 捷運西東縣在核定後9年半 也就是預計在122年會完工通車 西東縣全長約5.56公里 汐止端由汐止區公所 沿途行經汐科 設後前往台北市 沿線將設置6座車站 以及1座機場 為了促進地方發展 目前也規劃會有三處 場站周邊的捷運開發區 這樣子這個說明會 其實應該要很具體 不能只針對用地取得的部分 還有未來針對用地的分配的部分 進行公單位 他們所謂的這樣子用地取成 用地取得這樣子 騎乘的這樣子的一個細節說明 那我會覺得說民眾他想知道的是 今天被影響到的土地 所有權人也好 還有整個這樣子的一個協議架構 或是聯合開發 相當相當多的地方 有切身的這些問題 他們與會的單位 居然沒有全部營運計全出席 那剛剛我也有提出說 未來我們在捷運的開發過程中 應該要把社會住宅 跟轉運中心的 把它共構進來 尤其在細科站這裡 它面臨的就是一個 大同路更新台湖路中間 未來也可以上二高 三鐵共構 還有一個密集的住宅區 跟商場商辦在這裡 它很有一個充分的條件 可以做共構的 不管是社會住宅 或是一個轉運中心在這裡 捷運對於細子人來說 已經等了十幾二十年 現在終於有進度出來 希望新北市政府 能夠儘快溝通協調 凝聚公式 讓捷運早日動工 解決細子人的交通困境 記者李佳雲細子採訪報導 為了打造未來智慧學校 新北市教育局 和有線電視業者合作 全面提升校園網路頻寬之後 再度攜手Google 以及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新北校長協會 辦理全國首創的校長數位科技精進 研習專班 希望校長們成為科技兼兵 帶頭打造智慧校園 為了推動生生用平板政策 新北市教育局 基於有線電視合作 全面提升校園網路頻寬後 在攜手Google 及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新北校長協會 辦理全國首創的校長數位科技精進 研習專班 第一梯制節訓 在三重區永福國小舉辦 教育局長張明文 出席頒發結業證書 並勉勵校長們 成為科技兼兵 帶頭打造智慧校園 新北市是創全國之先 能夠讓我們的校長 成為整個科技的兼兵 那新北市也創全國第一個縣市 編印Google for Education 就是希望能夠讓我們的教育人員 還有我們的老師 家長 學生 都能夠應用基本的一個科技的素養 那這樣的部分 才可能在我們未來整個學校的教學裡面 善用我們資訊科技的工具 看到報名受訓的校長們 儘管老眼昏花 體力不济 但仍展現積極的學習態度 讓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理事長張信物相當感佩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新北市的校長科技領導 將作為未來全國各縣市推動的 種子基地 所以非常佩服這些校長 在校務工與之下 還能夠觸控 在這個兩眼昏花 以及這個體力不激的狀況下 還是積極的努力學習 獲得認證 張明文強調 校長的科技領導 是整個深深用平板政策 是否成功的關鍵 希望所有教育人員 以身作則 將科技運用在課程教學上 其今為新北智慧教育努力 記者倫宏採訪報導 新北市新店區和日本島根縣安來市 有長達16年的深厚淵源 今年的友誼互動更邁進了一大步 新店區長陳宇君 安來市長田中武夫 共同簽署友好交流備忘錄 未來將在產業、觀光、教育文化等方面 有更密切的合作和交流 新店區公所與日本島根縣安來市 7號上午在新店行政園區 進行台日慶善活動 由新店區長陳宇君及安來市長田中武夫 共同簽下友好交流MOU 未來將共同協助產業、觀光、教育、文化等合作 立法委員羅明財也特別出席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並且高度肯定這段合作關係 不光光是觀光的交流 還有人才以及藝術等等的交流 來帶動兩邊的友誼 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在簽署儀式活動中 日方特別準備了知名的傳統藝術安來節表演 這個前太古的演出通常是在喜慶上為了祝賀而演出的 而這段莊尼秋之舞 則是從安來市的鐵礦產業中衍生出來的 會諧表演 市長田中武夫還親自登場表演相當難得 他表示希望透過這次的合作讓更多台灣民眾認識安來市 一方面也是宣傳我們這個安來市這個地方 所以它就發展成一個民謠 把這個在礦坑工作這個辛苦 弄成比較詭諧的方式來表演 就是抓尼秋這個方式 因為那個動作很像 然後做我們這個安來市的一個宣傳的手法 新店區長陳怡君表示 新店與安來市的緣分長達16年 雖然這當中經過了縣市升格疫情等等變化 但兩個城市的友情堅定不變 這一次也將帶著參訪團到新店多個學校 保高產業園區安坑輕軌等參訪 期盼彼此在未來有更多的交流合作 去做參訪之後我們陸陸續續再看 我們因為今天其實像今天是著重他們 著重在介紹他們旅遊的部分 那未來的話可以的話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溝通 讓我們在新店比較偏遠一些山區的部分 未來也沒有辦法開展成這樣的一個觀光的 一個有景點或者是說什麼樣的方式 透過一些文化的交流 讓我們新店跟日本安來市的友誼更加的友好 新店也是有很大的產業像我們的育龍汽車 還有一些科學園區 不管是在這個經濟的層面 還是說所謂的這個文化藝術種種的 還有幾年前我們開始跟這個 他們講eSports就所謂的電競產業 開始從這一方面他們也要發展 隨後新店區長陳怡君 製贈了友好盲藝術家陳鋒贤老師 創作的雕刻作品給安來市 上頭刻著新店安來 象徵雙方身後的淵源以及友情永續 而安來市長田中武夫也回贈了紀念品 備忘錄的簽署 讓新店與安來的友好關係更密切 為彼此合作開啟了雙贏局面 記者陳小丹採訪報導 為了推廣自行車旅程 東北藻即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及所屬的大東北藻觀光圈 和日本馳程縣官方舉行自行車 觀光友好交流締結儀式 由處長馬惠達以及日本馳程縣知識 大景窗和宴共同簽署締結 增進台日自行車道觀光及產業發展 也讓旅客用剛剛好的速度 感受兩國城市不一樣的美 實踐低碳旅行 為推廣自行車旅程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藻即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於所屬的大東北角觀光圈 今天與日本馳程縣官方舉辦自行車 觀光友好交流締結儀式 期待透過舊草嶺環撞線自行車道 與竹波霞普林林丹車道的觀光友好締結 增進台日自行車道觀光及產業發展 那我們這邊的自行車之旅呢 事實上跟日方的做法 作為事實上有點相似 我們環境也雷同 可是我們各自有自己的人文的一個精彩 還有我們環境跟我們生活圈的關係 我們展出也不一樣的魅力 所以我們未來非常期盼 我們這兩個結盟之後呢 兩個地方的自行車之旅 我們可以互相的鼓勵推薦合作 走出自己的魅力去吸引遊客來參與 騎乘舊草嶺環撞線自行車道 一定要走訪舊草嶺隧道 除了慢悠悠的傳說在隧道感受鐵道文化 歷史原貌還可以聽到火車的聲音 是許多鐵道迷必來之地 而在日本與舊草嶺環撞線自行車道 同樣位居首都東北角的 竹波峽普林林單車道 除了地理位置相似 也都是以沸線鐵道改建而成 我們自行線非常引以為二的一條自行車道 我相信在日本的自行車道當中 我們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條自行車道 就如同剛剛說的配合護航 剛好3月26號要護航了 我們剛好是趕上櫻花季節 那再加上霞浦湖其實是日本第二大的湖 那再加上這一個非常舒服的大自然環境當中的氣氈 我相信台灣的朋友一定會非常非常的喜歡 那也希望藉由這次的地節儀式為一個契機 可以讓台灣以及日本雙方的這個單車組自行車的愛好者 可以能夠進一步的交流 那也在這邊誠摯的邀請我們的處長 以及所有台灣的朋友呢 不只是在櫻花的季節 在四季都可以來到我們的霞浦湖 領領自行車道來騎乘 東北教育管理處與慈城縣 更期盼透過這次的以車會友結盟 促進雙方更多交流 打造自行車無國界觀光模式 介成威共聊採訪報導 新北市消防局新任的大隊長召接布達典禮 由新北市消防局副局長陳崇岳親自主持 原本擔任第三大隊隊長的皇帝聖 接任第二大隊的隊長職務 未來將會用專業以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提升救災救護的工作效能 守護民眾安全 新北市消防局副局長陳崇岳親自主持 新北市消防局新任大隊長 糾結布達典禮 並由原任第三大隊長 黃帝聖接任第二大隊長的職務 在會中陳副局長也感謝市議員 鍾鴻仁對消防預算臨刪解 我們也看到這幾年來高層的火災 一直是消防人員 包括現在用無人機 是不是可以用水去做賣火 甚至用其他的所謂的 在台灣只要是幾級升降機 這個都有一些規範 但這個在座說明 業高的建築物對消防的強救 那二大跟三大其實 狹區特性還算蠻相似的 所以這一點也感謝在座的中文人議員 長期來對我們的預算跟在座的幾位主任秘書的預言 所以我們消防局的預算幾乎是零三減 因為你們的支持大隊會走得更大 我們這邊大樓越來越高 然後工廠的部分還是在五谷那邊 很多地方還是有 所以是一個比較 業務比較重的一個地方 我們會全力支持 我相信我們今天來的不管是立委 還有我們議員同仁這邊 一定都全力來支持 那當然也要利用機會 再謝謝我們的大隊長 還有各位幹部 還有各位夥伴 在這裡幫大家順便 黃立勝承認消防署科員第一 第六大隊大隊長 歷經基層消防工作及火災預防科科長 資歷豐富完整 面對所屬轄區各項救災救護工作 黃大隊長對同仁有所勉力 這面對二大這邊 這個新聞太原的人口 說有四張跟三大也相近 還有七十萬人口 對我們二大的同仁目前是有312位來講 是個很充滿挑戰的勤務 這場交接不大聯力包括多位地方民代 以及新武太林等市區的新任區 區長軍到場管理 黃立勝也表示 未來將以專業效率還有團隊合作 帶領協調二大的消防團隊 強化和地方各部門的聯繫 以提升救災救護工作效能 守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黃宥賢新莊報導 車禍現場拍照錄影五原則 車禍發生無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儘速拍照後將汽車移至路邊 一全程注意安全 二在事故地點後方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三拍攝全景 揭露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耗誌等一併設入 四拍攝碰撞點、車損部位及掉落物等激震 五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不妨礙交通至安全地點 人沒事、車能動、自行拍照 盡快移至車輛就對了 快來 奶奶 我是叫你停在安全的地方等 看紅綠燈、集來車 聽車輛警示音 再走行川線 就是斑馬線啦 哎唷 行人屏看廳 才是安全好習慣 我不要得腸病毒 男主人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喔 我不要得腸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換衣服才能保養我 有人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 老實說 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行洗手 藏衛生 腸病毒 遠離我 專業盜播電視頻道是典型網路犯罪 購買盜版盒等頭助長網路犯罪行為 力挺刑事警察局淨平專案 打擊豆瓣非法行為 只要檢舉成功 取締一個銷售豆瓣核經銷商 可獲得獎金一萬元 支持淨平專案 全力掃蕩非法OTT機上河 新北市淡水區 風樹湖園區 過去種植許多木蘭花 在農曆春節前後盛開 讓這裡成為淡水的賞花秘境 而附近的石頭花園 裡頭也種植超過上百棵的茶花 有數十種的品種 現在正值開花期 同樣也相當美麗 新北市淡水區風樹湖園區 過去種植許多的木蘭花 在農曆新年前後盛開 讓這裡成為淡水的賞花秘境 不過在木蘭花之前 跟著風樹湖再生農園發展協會 理事長的腳步 來到位於風樹湖 最裡面的石頭花園 裡面有種植超過一百多棵的茶花 理事長表示 這些茶花正在盛開 品種有數十種百花齊放 相當美麗 理事長表示 在風樹湖裡面的石頭花園 是社區過去長期打造的新亮點 裡面不只是有木蘭花 還有櫻花 以及目前正在盛開的茶花 光是茶花的品種 就有超過數十種 大多都是重辦的大茶花 這也吸引許多的遊客 在登山步道的同時 進到花園來觀賞茶花 因為我才去雅密山花園實驗中心 看過他們的茶花展 我是覺得這邊的茶花 比那邊的實驗中心種的茶花還漂亮 可能這邊比較高吧 還是地形的關係 我覺得這邊看茶花也是 等於是意外的享受 1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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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茶花是今 這個期間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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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客表示他先前才去陽明山花卉學院中心 看過他們的茶花展 现在来到风树湖看到这里的茶花 可以说是非常的惊喜与美丽 而在风树湖看到的茶花 可以说是一加二的享受 对此理事长表示 这里的茶花品种包括了红色情人节 贵夫人 九曲 白六角 以及玉玫瑰等等 最大的花朵有开到一个手掌这么大 而理事长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到风树湖赏茶花 走走登山步道也是一个春暖花开旅行的不错选择 记者许多艺淡水采访报道 新北市石门区出黄口农场经营友善生态为宗旨 动念来农场主人致力于生态富裕成果丰硕 而最近在水田当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田螺 因此今年的体验活动多了一项亲近乡土 让来体验的民众可以透过认识生态 了解友善环境的重要性 石门出黄口农场经营以友善生态为宗旨 多年来农场主人致力于生态富裕成果相当丰硕 在水田中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田螺 因此今年的体验活动也多了一项亲近乡土 让来体验的民众可以透过认识生态 了解友善生态对于环境的重要性 清土的一个活动 就小朋友要踏到那个我们的农田里面去 水地田里面去 然后让他们去了解一下我们田里面有什么样 生物 比如说你这个季节你可以看到 函谷藏族的蝌蚪 然后可以看到长脚赤蛙的蝌蚪 然后甚至可以看到我们的原生种的原田螺 甚至说有时候你可以碰到农师 腹子虫这一类的 然后让他们去把这个昆虫抓起来的时候 然后再有一个机会教育 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生态 它的名字是什么 孩子说这个其实我们农田里面 生物是很多样化 前阵子历春出黄口农场才刚整理完的水田当中 可以见到许多大大小小的田螺 还有许多的蝌蚪等生态 而这些生态都是得来不易的成果 透过实地的走访 检视田螺触摸与观察生态 还可以认识生态的食物连 我们这个田里面的话 你就是要去做到友善根做 然后不能食用到农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要把那个育种把它复育起来 然后让他们这个田螺的话 可以生生不息 就是说我在种田 然后种稻子的时候 其实跟我们的那个什么 这个生物 不会产生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让他们了解这个时候 还可以在田里面这样繁衍 然后一方面的话 有田螺的时候 才会有萤火虫的一个诞生 出红口农场有一个著名的特色 就是萤火虫 农场主任陈国志说 这些丰富的大小田螺 也正好是萤火虫幼虫最爱的食物 今年的萤火虫季 萤火虫的数量渴望增加 也让民众有更多的 亲近乡土活动能够体验 记轿平安时闷采访报道 新北市三支区 潜水湾咖啡街上 有一家咖啡店 老板相当年轻 而且热心工艺 寻在咖啡厅的淡季 邀请三支好潮儿哨 来品尝自己的拿手料理 还有饮料 还分享他自己的人生故事 希望能够成为这些孩子们 成长过程当中的养分 让他们勇敢追梦 三支区潜水湾咖啡街上的 一间咖啡厅 青年几生的老板热心工艺 近来在咖啡厅的淡季 邀请三支好潮的儿哨 来品尝自己拿手的料理 饮品 还有分享他的人生故事 希望他的故事 能够成为孩子们 成长过程中的养分 也让他们拥有 追寻梦想的勇气 坦白讲 我请你来吃一餐 我不用花多少钱 你们可能看单单 可能看目录上面 可能要很多钱 那其实我就是一个成本 然后我可能花点时间 甚至我可能把店里 我可能就空下来 这两个小时 不要营业这样子 那我觉得 做这件事情 会让我觉得快乐 三支好潮社区儿哨 福利推广协会里 有许多幼儿园 国小国中的孩子 在成长的历程当中 会有许多的迷惘 而这次透过与 童话海景咖啡的合作 让孩子们可以与老板 近距离的互动交流 也透过孩子们 有兴趣的话题 与美食品尝 让孩子们拥有一个 不一样的体验 今天活动就很开心啊 很谢谢那个 小宝哥哥的邀请 然后因为知道 他有一段奋斗时 然后我们就觉得 哇太棒了 因为我们一路走来 也是想要告诉孩子们 怎么样就是 在成长的过程 怎么样跨过那个困难 那小宝哥哥不仅在 疫情期间就是 有回馈社会 然后他也透过了 就是 透过了讯息 知道了好潮 想要做这样的免活 那我们觉得太棒了 因为也在在地 然后用他的 女生的 个人的那个经历 然后让我们的孩子 知道说其实 任何机会 任何回头路都不迟啦 然后这个奋斗历程 就是我们觉得 最好的见证 任到温馨的气氛当中 三只好潮的孩子们 也弹奏乐器 大声的唱歌 给予回报 并谢谢老板的爱心 世界因为这份爱 更美丽了许多 也期待下次 还有机会 能够再次来到咖啡厅 继续听老板的奋斗故事 也祝福咖啡厅 生意兴隆 跟孩子们 一起在三只 这片土地上 发光发热 记者奥品函三只采访报道 新北市泰山区 席福爱物创意市集 继亲子运动会活动 将在2月11号上午10点 在泰山综合体育场 热闹展开 活动意卖所得 将会全付捐助给慈善单位 现场来邀请的动保处 为毛宝贝植入晶片 施打疫苗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原理委洪梦凯及市员 宋民宗联合服务处 与新北人才培育后援会主办的 媳妇爱物创意市集 继亲子运动会活动 将于11号上午10点 在泰山综合体育场热闹展开 在2月11号的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我们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体育场 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二手破的 一个义卖活动 那我们将会把义卖的一些所得 来捐献出去 那我们还有一个亲子的一个活动 市议员宋民宗表示 媳妇爱物创意市集活动 原本定在年前举行 但因疫情影响延至2月11号举行 活动义卖所得将捐助慈善单位 当天欢迎民众前来捡宝贝做善事 本来是在去年的年底 就要办理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已经疏缓 那我们这次能够 不只能够办理 我们一个扩大办理 所以在泰山的体育场 体育场的办理 所以也欢迎我们来自各界的 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 宋民宗表示 今年活动扩大举行 除二手印卖活动外 还增加亲子趣味活动 也邀请东宝处为毛宝贝植入金片 施打疫苗 欢迎相亲共襄盛举 记者胡宇宣泰山采访报道 新北市林口春城丽池社区 运用公寓大厦既有的公共空间 办理小型营法照顾课程 长辈们走到楼下就能参加 而去长的廖武辉 特别来到现场 关心长者的健康 林口区公所关怀长辈鼓励公寓大厦运用自由空间 办理长者关怀活动 将社区公寓大厦变身为营法俱乐部先修班 并结合李林长社区发展协会开发营法课程 让服务进入社区 春城丽池社区经邀请慈激护理师为长者办理健康讲座 区长廖武辉特别重视幸福到你家政策 也抽空前往社区与长者们相聚 社区现场看到我们这些长辈来参与幸福到你家 这样子的活动和课程 那很特别有的意义 因为像今天是结合我们慈激的团体来到现场 然后有专业的这个护理人员 为社区的长者们特别来讲授 有这个洞健康 还有我们有关阿兹海默镇的相关的这些专业的课程内容 廖武辉区长指出 透过运用公寓大厦既有的公共空间 办理小型在地化影法照顾课程 使长者下楼就能参加 并随时了解未参加的长辈状况 成为守护长辈安全健康的帮手 我们希望呢 有这个机会呢 把幸福到你家呢 再推广到更多的社区 也不只是这个实际的这样子的课程 我们还有好多有趣 也有好多专业的课程 都欢迎呢 所有社区有兴趣的呢 都可以透过林口区公所的网页 或者是来电做洽询申请 廖武辉表示 透过这项活动 可以有效提升社区及公寓大厦 对于长者的关怀与资源连结 并且在长辈面临困难时 能就近获得协助 能让地方上的长者及弱势家庭 感受到社会关怀与幸福感 记者呼吁宣令口采访报道 新闻最后一起来看 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动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